好香,想起来小时候那个梧桐树 上面那个花揪下来喝蜜的那个味道了 特别的香 我手里面拿的是牵牛 好多的话我非常喜欢养一些草花 还有带有清香的 上一期给大家推荐过嚼紧 这一期给大家说的是一个牵牛 牵牛非常的皮实和好养 不怕晒,不怕热 好多话说我的夏天就死了 你要知道大部分的草花在夏季的高温的时候 都是在和大自然做抵抗 它会陷入短暂的一个生长变缓期 这时候很多人觉得 哎呀,你二半了,不行了 我赶紧浇水,赶紧撕肥 那个时候它吃的本身就少 你水大了,肥多了 结果就给它折腾死了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就稍微冷凉一点的地方 它照样长得很开心 人家话说牵牛是不是一两年生的 它越不了冬,严格来说 基本上大家也就是养个一两年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总是拿一些心知做一个牵插 能够更大限度的去延续生命 可以达到一个多年生 然后部分的牵牛还会结种 这个结不结种我没有试过 可以到评论区的花肉告诉大家 非常的漂亮,颜色非常的多 还带有清香 那个味道就是童年的味道了 非常的皮实和好痒 用土的话呢 大家就选择松软透气的 如果说自己有小花园 小花篮的话呢 也可以年年拨年年种 这个东西也不贵 现在在咱们家 好像才喝到九块九一个吧 也不算贵哈 喜欢的话呢 可以来我直播间 或者是到我那个厨窗里面 或者店里面去购买 一片关于牵牛的一个 比较简单啊 用肥料也用通用的就行了 或者一号 或者花到二号 非常简单啊 非常皮质好痒的一个花 真香 白了白了 我来花一 眼花最转一 我来花一张